20岁就认识他了 对 怎么认识他呀 当时我许是那个 辽宁省餐厅游泳的 我是一个餐厅的服务员 我的那个 因为他是重产 没有双臂 到餐厅之后吧 吃饭他之后打不了饭 完了我就是 负责给他打饭 完了一来而去的 完了就厌室了 你什么时候看上他的呢 他第一次来餐厅的时候吧 我就对他特别有好感 为什么呢 因为他游泳嘛 他不能留长头吧 就头非常短 非常就是活泼 非常可爱 完了我对他非常有好感 完了后来我跟我 那个服务员说 我以后还能来啊 你们谁也别打饭 让我打 完了老说上话来 就非常就是 感到非常幸运非常好 你就拼命地打呗 对 他非常喜欢吃肉 我就一来的时候 多打几分肉 因为那年代也没啥 你有没有感觉 那个时候 这个肉多了一点 当然了 你有感觉到这个男人 在用肉 表达自己的情意吗 其实我俩那时候 就是说彼此都有好感 但是说没有去表白 就不像普通人一样 你喜欢我啊 我喜欢你啊 就去表白 最后谁表白的 是他 我表白 你咋说的 发了一个QQ 在留言 我说韩南 咱俩一上时间了 我想跟你在一起 想跟你出对象 就这样 我说两天没有回复我 两天没有回复我 那时候我心里挺着急 因为他看到了 他没有回复我 后来我就实在挺不住了 我说我去找他来 找他来 我说你俩没回复我呀 他说因为我是残疾人 你面对的压力太大了 他当时这么回复我的 后来我说 如果说你把这爱情 当个赌注的话 我绝对不会让你输 如果你把这当成赌注 我绝对不会让你输 其实那时候 我不回复他 我是有原因的 因为我比较内向嘛 而且尤其是对于 我的爱情 我更加地自卑 我不相信 我可以拥有爱情 我不相信别人 会真的喜欢我 但是后来 他就是特别的 就是说真心吧 就是说 然后感动了我 然后我相信 我也相信了这份爱情 然后我就和他在一起了 就出了一样了 八年 在这个过程当中 因为你父母的反对 所以呢 才延长了这么长时间 这八年时间 是我这延遇先生之中 过得最不开心的八年 因为我面对的成熟压力太大了 因为我父母中途知道了 我俩在一起 就一直反对我 说以后你们俩怎么去生我 成了家之后 那是什么事 那是什么事 我现在就想要去生亡力太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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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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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栋梁